来了来了,它又来了,这一块黄蜡石啊,阳光底下都感觉通透了啊,看这个表皮的话非常的细腻,整个石头没看到有杂质的表现,就是上面有一些条纹,应该是有一点夹纹啊,这边有一道大粒,中间还带了一点几夹纹啊,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切口啊,它里面的肉质还是很干净的啊, 这个石头主要就看里面的纹多不多了,从表皮来看,总体表现还是可以的,好,我们给它切上一刀 好,这个石头刚给它切了一刀啊,我们来打开看一下,看外表的话表现还是满满的了,最主要看里面的粒多不多了 来那位,刚才一刀下去,默石的一瞬间啊,哇塞,这里面竟然出现了其他的颜色,整个石头外表啊,它都是黄秋秋的,但是切进来的话,它有一点点像浅蓝色的感觉,这个粒还是有啊,但是这个石头它还是比较干净的,里面没有杂质,也没有棉的表现啊,打灯透光也比较大,石头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说的啊, 让你猜也猜不到,外表这么黄,里面竟然不是黄色,虽然说上面有粒,但是还是可以出一些小物件的 每天以您分享美食啊,如果你也喜欢石头的话,请关注小哥了,感谢您收看小哥的视频啊